Hello 歡迎收看山系旅行者 今天會和大家去九大石間之一的平南石間 今次逛間和平時有點不同 因為今次我們是Joy Tour 我們參加了一個活動叫溪降 有教練帶著我們去玩完整下降 Hello 歡迎收看山系旅行者 我是Travis 今天和大家逛間 但今天的逛間不是上去的 我們是反轉落間 今天我們玩一個游繩什麼下降 對 今次我們是金團的 因為安全一點 今天身邊同行的 有我們輕鬆交流早天日便 還有夏天才出現的Hidy姐 有些安全設施 所以今次的行程應該會比我們平時更安全 早天日便Hidy 你們兩個跟我都有點危險 今次應該是這麼多個團之中最安全的團 我們現在身處這個位置就是南充交流鏡 我們便會在這裡出發 這個遲到 我去到粉嶺你才起身 很開心 我還以為你會開車過來 自己 我沒有看清楚 如果我早點看回皮車 我會開車過來 他現在試著 游繩的大廈 今次是我第一次玩這個完整下降 真的什麼都不懂 所以都要跟教練學一下 我們來到這個南充交流境 今天走的路線 就叫做平南石間 就是由平峰山流去南充交流 看來今天的路線很辛苦 我們不如拍照 拍照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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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山路走大約10至15分鐘 我們便來到入鑑位 這個位置不是平南石間的頂頂 這個是中間的位置 我們走完最難的那段 就是樓梯 因為她是 因為她是 因為 因為Jelaphie是逛間的 初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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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就是野外活動的 什麼者 中心者 我就是 在家裡摘的 摘南 在家裡摘的 平南石間 就是屬於九大石間之一 當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瀑布 所以都蠻適合玩這個溪鋼 溪鋼 是一個比較危險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要參加這個tour 有專業的教練 帶我們去玩這個溪鋼 除了提供安全設備之外 亦都會講解很多 逛間時候的安全需知 雖然你看到我 有時候都會跟Timothy去逛間 但相對其實經驗都不是很豐富 今次跟著教練走 其實都學到不少的東西 溪鋼 其實就是一種完整下降的活動 只不過它是在瀑布的位置玩 我看到一張圓球在哪裡 你跳過了嗎 對呀 你跳過了 對不起 罵錯了 這麼快 我們就來到第一座的小小瀑布 這個瀑布 斜度不太斜 所以相對沒有那麼刺激 對於我第一次玩完整下降的人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位置 讓我先嘗試一下 還沒玩之前 以為這條繩子會滑得很快 原來也蠻努力的 所以我會不斷的 用很多力才能放到這條繩子 搞了一大輪才能放到第一個潭 因為這條繩子的關係 所以在瀑布上也不會像水滑梯一樣滑下去 左邊是一個比較出名的打卡位 大家看到很多人都在這裡逛間 經過會在這個位置拍照 我們就會在右邊下去 下面有一個潭 水不是太深 但我們要涉水而走 來到這個瀑布 就是打卡的時間 其實也有很多人來這裡逛間 所以也要等一段時間才拍照 今天整條平纜色間真的超多人 除了我有幾團玩溪缸的人 也有不少自己來逛間的人 平時我們逛間都是向上走的 第一次向下走其實也有點害怕 來到這個位置就要教練幫幫我們 扶著我們的腳才能到下面的位置 這個團有三個玩完整下降的地方 這個位置就相對刺激一點 因為我們要調轉完整下降 第一次這樣玩真的有點害怕 我這些沒什麼運動天份的人 就不要看我啦 還是看Hiley姐吧 看Hiley姐 下降下降得多麼帥 下降了 下降了 心情還未平復 來到另一個刺激位 因為我們要跳瀑布 雖然這個位置看上去是很矮的 也不太矮 但跳下去那一刻 對於這些衛高人士來說 其實也有點害怕的 因為我是第一個跳 所以沒有人在下面幫我拍片 就唯有自拍吧 但因為雙手按著頭 所以也拍不到什麼 總之就跳下去了 我們轉個鏡頭看Hiley姐吧 很快我們就來到今天的行程 精華之處 這個就是草裙墓 同一時間有三天人都在玩這個溪降 所以就是人頭湧湧 我們就選擇中間的路線下去 不要以為我在這裡自拍這麼帥 其實我只不過在手上綁著 Gopro鏡頭 自拍就一點都不帥 都是看其他人玩 平南石間 其實都不是一條非常新手的石間 就算我們向上走 應該都比我們之前走的石間會困難些 沖滑梯就沖得多 這是一個天然滑梯 斬一下就掉下水了 雖然說夏天 原來長時間浸在水裡也很冷 然後我們繼續沿著石間走 很快就回到停車場的位置 因為太累了 也沒什麼拍結束 所以我們到這裡就結束了 之後會拍更多的遠足片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訂閱旁邊的鈴鐺 最新影片通知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訂閱我們的频道 按把鈴鐺 按開鈴鐺 按讚 按訂閱 按Sound 按讚 按讚 男人 做功能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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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